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的到底好不好用單元呢 要測試的產品 就是Maybelline新上市的CC三色青唇膏 應該是這樣子唸吧 就我自己跑去屈城市市就長這樣 因為我試了以後覺得 不想花那個錢把每個顏色都買下來 因為我覺得它並不是那麼值得包色 所以呢 我就選了 我就只買了一個顏色 就是我覺得最好看 最值得買的 然後這些呢 是我在屈城市裡的 是試色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它 這樣 這邊是PK1 PK2 RDE RD2 RD3 然後這個是ORE唯一的橘色 就是我美一直都試了 然後我只買了一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就只有這個顏色最值得買 那我先試色給你們看 然後試完色以後 我再跟你們說為什麼 就是它的優缺點在哪裡 那就給你們看 剛剛新買的 這樣 就是一個塑膠包裝 然後它的鼻頭長這樣 唇 就是三個顏色 好 要不要zoom in給你們看一下 就我現在嘴巴就很長 本來沒有擦東西 那就是把深的顏色沿著 放在裡面這樣擦 哎呀這樣擦上去 有嗎 然後再這樣子 OK 覺得這樣子就畫好了 然後你看 就我覺得要畫好以後啊 就只是單純的照他說的那樣的話 就是 這怎樣就很像藝劑還是什麼 就是嘴巴不完整對不對 所以就是 嗯 我會先用這一個 外面這一個 用外面的這一個淺色呢 把唇中描白一圈 這樣 就是描白以後 再用這個顏色 這樣 就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可以自己調 這就是用RD3的這個顏色 畫完以後的效果 你看就是 看這個唇膏 很像 看起來 它就是這個顏色 你看 就是試在手上跟唇膏 看起來很像都很深 對不對 可是在嘴唇上完全不會 這就是這一支的一個特色吧 就是 我不知道是缺點還是優點 就是它在唇膏上面還是 試色上看起來都是 很顯色啊什麼的 可是畫在嘴巴上 顯色度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唇色比較深的人的話呢 基本上你畫前面這幾支 看起來完全一樣 完全沒有差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顯色 所以就是我只買了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這支的顏色最好看 然後再加上就是怎麼說呢 我覺得這幾支啊 就是在手上看起來很好看 可是在嘴巴上看起來就是那種 很像芭比娃娃 很不真實 就是感覺走在路上會覺得 喔你這個人是假人嗎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只挑了這個 我覺得最好看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支的優點 我先說 優點我先說這一支 就是我覺得它顏色很好看 然後它這三支啊 就是這三個顏色 真的可以就是稍微 就是遮一下唇色啊 然後讓氣色看起來變好 然後而且它算是蠻保濕的 我覺得它保濕度 就是如果滿分是五分的話 我會給到四點五分的保濕度 可是它的 因為它很保濕嘛 所以就比較容易掉色 就你可能吃個東西什麼就掉光光了 然後它的缺點呢就是 就是它其實每一支都有它自己的香味 就是那種人工香料味 就是嗯 有一點濃重 你一打開就聞到人工香料味 然後再來就是前幾支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擦起來都不是那麼的自然跟襯膚色 可能只有就是嘴唇本來就很蒼白 而且膚色很蒼白的人擦起來才會好看 像這種我唇色如果省一點去擦上去 每一支都一樣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好所以呢 這就是我這一次對 就是Maybelline的CC三色清唇膏的看法 希望 就我自己最推薦的就是RD3這個顏色 其他顏色我就覺得還好 那就是希望就是最近在觀望這個唇膏的人 對你們有幫助啦 然後想要看其他的產品測試的影片呢 也可以跟我說 我們下次見 掰掰